参加 丑将军 李丙 好久不见 丑将军 快将我先放下来 丑兴之 丑兴之 此人是妖毛案的真正一凶 如今已经认罪伏伐 你还等什么呢 你真的要听命于他吗 快将他们都拿下 我指着今日是上行大礼 你们当街挟持礼官 耽误直理 便是为虚童 至于 你说的其他案件 我不清楚 来人 拿下 少议在此 给你开心 朕预览三年前 失踪案血状 并腰猫已案 颇有 不进 不识之处 事令再查 务必厘清 礼部尚书暂此其职 入刑部候审 令 宣前大理寺卿之子 李炳 进攻进谐 吾皇万岁 四妹 快走 快进去 快走 出位 这是我所有的东西 女护的背后是谁 看一眼就会明白 其他的所有人 都在猪泉门附近隐藏了 明依 明依 公道 不要骗我 明依 明依 快上来 何人在此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 这话从尚书大人口中说出 也算是恰如其分了 你是何人 你不用管我是谁 只需知道我是代表大理寺前来就好 大理寺 你与何为啊 三年前的妖猫案 大人给个解释吧 此案与我何干 大人何必在我这装糊涂啊 妖猫不过是幻术 而大人正是辩戏法的人 信口此皇 你好大的胆 当街劫持命官 是何人受益 你可知这是多大的罪吗 恐怕也不及大人的万分之一 可知不得不可 你必须要保持这些大人法 判断死你 这就是…… 这就是老子 本官今日执大礼 本官若不出现 全城的禁军都会来巡 不知 你想过后果吗 禁军干不齐 你想要干什么 相处大人 此案尚有原告在世 它不仅是原告 更是仁正 就由他来问话吧 既然妖猫之初出自大人之后 那最后死于妖猫作祟 恐怕也没有人会追究它 我跟这老虎也不算熟 十目之内尚有的数 大人尽快 大礼寺以法为准 以律为神 以证据为先 但律法之外尚有报应 大人身上背负这么多条性命 就不怕冤魂所命遭报应吗 去 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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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认 那我问你 所谓妖猫 是否是杜撰 是 梦是戏斑 可是你按着派人掳走的 是 后来如何 我 如何 我已经将他们到面口了 是 是 宣诏 跪 是指 前大理寺卿之子李炳 破妖猫一案 端锦鸡鸡鸣 既资良栋 有若言媒 堪为骨耿之臣 受至大理寺少卿 主礼明镜堂事宜 其余携从人等 一应有功 谨言 行礼谢安 拜 起 再拜 山呼 五王万岁 五王万岁 清 接照 李少卿 可 住 乞 柔 马尋 赶快 白痴 枉 李抓 既然 准备了 李世 琪 李世 谁 李少卿费心了 我面见圣上之时 圣上亲命我将此事查清 不知邱将进奉的是谁之命 这京阶之内一应刑案 皆由金吾尉所管辖 职责所在 与圣命并不冲突 大理寺负责审定天下刑御案件 即便是金吾尉管辖的案子 大理寺也有复合审议 专断之权 只是很可惜啊 少卿并不是大理寺卿 还没有专断之权 此案的嫌犯 原理部尚书先就在刑部狱中 我想恐怕邱将军 也无法阻止 本少卿奉旨审审审案吧 看来李少卿还不知道呀 理部尚书 已经在牢中服毒自尽了 你说什么 只怕是少卿审无可审 之后的事情 还是交给金吾尉来办吧 告辞 塔利沙 你找你磕多甜了 你咋给这儿了呀 不是 你守啥了 你滚 塔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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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了啊 塔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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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儿了 别跑 您给这儿了呀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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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 令人 喂 不要不是 毛爷 毛 毛爷 毛爷 你跟二人登上啊 安大东西饭了 都稍微张姐啊 坐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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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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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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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坐 绑你 你是 安是 安是来绑你了 绑我 蛋了 好 不打了 哪儿的呀 安是达里斯了 这个怎么就跟包了皮似的 谁敢打 就是新少卿的人 就是给咱们送包子的人 你可不知道 这人一天可热闹了 你太脏了 接手 而且大理寺的案子 多半与人命有关 人心鬼欲 很多案子的深浅 不到最后其实很难平定的 说得轻巧 大理寺的案件那么多 不分轻重缓急 怎么可能查得完 上官少卿 我倒是有个提议 请讲 妖魔案中 你我应该是有些什么误会 既然现在大家同为大理寺少卿 不如兵士浅嫌 同心陆离 查案平渊罢了 我们少些表面之争 此前种种 是李炳多有得罪 我从没想过 与李少卿有什么表面之争 那就是早有默契了 我看完了 我们出去吧 这书你不用带出去吗 我记得住 倘若还需再来 还得麻烦沈温少卿 最后才会有东西 如果是便宜 才会做的是便宜 我们乱走 我去 最后才会落到 他就没有偷养 BJ 我注意 我这样 便宜 不好 他就没有偷养 有缘 大罗 辑 救命啊 救命 快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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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你放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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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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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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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搁以前 我还真搞定你 客官请 你和钱大理寺卿 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父亲 冲名 去我所知 李大人的公子 护送大人的灵九回乡后 就没有音讯了 看来殿家 的确不关注大理寺很久了 我的确是礼禀 先人大理寺绍兴 可是 殿家以前是柜子手吧 你下刀的姿态 握刀的动作 都有过去的影子 你握刀集紧 举刀又高 其实会更费力气 但你不曾察觉 这是习惯释然 其实想要脱离过去 但也难免会选择和自己 秉心相近的职业 见惯了血腥 突然见不着了 也挺不习惯的 早听李大人说过 自驾公子敏锐过人 我还当李大人虽贵为大理私卿 也免不了像寻常人家的父亲一样 会对自己的孩子 忍不住自夸一番 没想到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此次前来 是有事请教 别人能帮得上忙的 公子尽管说 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劳承鄞犯人的编号 可知道是哪位犯人的 我死都会记得 只是 一只花 一只花 三年前 圣上下了圣旨 废除了斩首之心 我便抛去旧意 见老成盈充当了个狱卒 从前 都是和死囚打交道的 所以放到寻常犯人里 他们看我 也像见了阎罗一样 都畏惧得很 看什么看 更负商大 现在人在何处 他脱发急症 身体不适 已经告假回家了 别碰那庚湖 我们绍兴就是看一下 这庚湖修补过 有人有水银 在庚湖中做了手脚 让庚夫误判 从而得以篡改时间 张纳应该是五意见 替人做了伪证 况且水银有毒 看来张纳的急症 和水银脱不了干系 我正就去找 修屋鼎的工匠 等等等等 等等等 拉我干吗 这个工匠 应该不在家里 而是在大理寺 我查案的时候 见着工匠的手艺还不错 我就让他今天去大理寺 补补屋鼎 啥眼啊 行了 能不能慢点啊 放心吧 安安给你敷住了啊 行了 再上上几天就可以了 不关了 你能慢点啊 小心 小心 安安揭住 安揭住 你把东西接下去啊 重 重 重 来来来 来 放 翟夫 好 接住啊 好嘞 再放点 再放点 好嘞 下来吧 好嘞 安揭住 行 慢点啊 小心 慢点 好嘞 好嘞 行了 这回可以了 好嘞 我口咳得很 能不能给口水喝 不好意思 安揭忘了 对不住啊 现在给你拿去啊 你 你过来 你跟二站住啊 别忘了跑啊 马上就回来了 好嘞 天啊 滚了 别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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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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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 这 把他交给我 我就放了这个傻子 你说谁傻子呢 是可杀不可辱啊 闭嘴傻子 你 别动 这事不可能啊 不是咱们换个条件 你把他放了 我让你走 我 我把他放了 放我走 你以为我怕死他 看来你们是 不了解情况啊 我告诉你 我既然做了 就不怕你们 谁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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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回大人 此人刚毕命不久 因流血过多之死 最烦用力气在其胸膛 留下了十几道伤痕 皆深可见过 手段极其残忍 玉卒 怎么回事 是 烧青大人 这 小的也不知道啊 此人刚刚还好好的 小的就是出了个宫 回来之后 这人就死了 对了 我走的时候 有一个寺里的兄弟 说要替我照看他 大人一问便知 那替你看手的人呢 他说 他姓华 叫华之一 这 这大理寺最近也没来新人啊 那新人就 陈诗一个 愣是没听过这叫 花 花之一的呀 花之一 一只花 那人长什么样子 回少庆 小的 小的也不记得了 很奇怪 那人突然之间冒了出来 而且 而且 自从他给了小的 一碗水之后 小的就迷迷糊糊的 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了 大理寺果然是法度所在 再押的犯人 竟然都死在自己的脑里 好 大理寺 大理寺果然是法度所在 是 说来还真是巧啊 本将每次来大理寺提人犯 人犯不是逃走 就是遇害吗 人犯遇害 全力抓捕凶手就是了 邱将军不必这么夹枪带棒 悄悄打打的 就好像跟我大理寺 过一步去似的 上官少卿多疑了 本将只是就事论事 无论是犯人还是什么人 既然死在大理寺 大理寺自然便有嫌疑 若说这整个大理寺 包括在场的诸位是凶手 也并非全无可能 邱将军如此推断可以 但若是没有证据 这便是构陷了 方才人犯遇害时 邱将军已经无畏 也在场吧 那既然如此 此案跟本将军更有关系了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本将和手下的金吾卫 都不便离开大理寺 如果没错的话 这血字便是线索 李绍卿素有妖饼之称 最善大了 不妨让本将长长见识 看你如何找出凶手 可不妨让他 恐怕不行啊 李绍卿已有为难的时候 因为将军手里他 是线索的一半 方才大人率部 后来我大理寺要人之时 有人在我的门边 留下了另外班长 恰好能与将军的拼在一块 这是什么 像是外邦子 李绍卿 邱将军 少卿怎么来了 将军何必明知故问 也是 凭少卿的才智 单靠那几个字 能猜出来是这儿 也不足为奇 不仅如此吧 园外郎和李部圣书死后 背后隐隐有杀手的痕迹 此人行事乖正 以戏刷别人为乐 你来得实在太过及时了 是否你马将死时来提染 还有最后这张血字 不是从死者衣服里找到的吗 死者胸前都是血迹 但纸上却丝毫没有沾染到一点 李绍卿 我只是查案拿人罢了 只是查案的话 将军又何必孤身一人来到这儿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你当年逃出的那个奴隶营吧 别动 别动 你 你是谁 奴隶营中逃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身上全是油漆味 纸下里也都是油漆 像这种漆活儿 只有在南城的奴隶营中还在做 而且你手上这么多老钱 应该是做了不少年吧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听到门口有循接的在喊 不会就是在抓你吧 你别报官 我在这儿藏一会儿就走 报官 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 吃吧 很好吃啊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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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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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绍晴 对挪戏也感兴趣啊 不过是看着这些面具 觉得精美罢了 戏子戴着面具齐舞 看似犯鬼 诶 实则仇神 谁知道这面具后边是什么呢 这位是兵部尚书 上官连大人 说起来跟你们大理寺还有些渊源 他就是你们 大理寺上官少卿的父亲 想要求你 将军 大理寺少卿李秉求见 将军 深夜来访 李少卿有何公干 可惜是私事 这是你免除奴纪的文书 三年前我父亲最后一次用盈 就是盖在这张文书上 我没有机会给你 自你从军营回来之后 就唯恐对我们父子必知不及 你怎么会给你 李绍卿还有事吗 大理寺情绪一向光明正大 既然将军心患已出 希望日后 金吾卫与大理寺井水不犯河水 将军的手 别伸得太长了 那也由不得李绍卿 我们就事论事吧 如此真好 圣寿节 圣上会在宫中设宴 金吾卫会为此布防 分身伐术 想必在宫宴之前 我与李绍卿也不会再见面了 连审批的案卷都在此 太有样了 你看把孩子 跟超过了这么多公物 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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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批啊 你娘让你批 你就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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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孩子圈儿画了 字儿也写得比我好了 可不 人家是少卿 走 各位 是这样的啊 虽然呢 我是你们少卿大人的高堂 但呢 我们也是平民老百姓 这来了呀 李英不该打扰你们公务 这样我和他爹呢 自个儿到院子里去转转 好好好 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 你们几个 带我爹娘四处转转 好好好 精彩 你啊 哦 妙啊 妙 震惊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看的戏法 来 快把我那对我最喜爱的宫灯拿来 我要赏他们两个一人一支 是 大理寺和幸福在龙默庙大肆堪肠 凶手游泽警觉也不会起来 来了 来了 冰烨 谁 冰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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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李炳大理寺少卿 许久不见 看来你也在案中查回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别动 少卿 你逃不掉了 少卿 精会的人 进 李少卿 邱将军 你来干什么呀 一早听说码头发生命案 金吾卫维护神都的治安 自然要来看个究竟 这刚到码头就看到大理寺 放火性侍景 大理寺有难 金吾卫自然则无旁贷 少卿可是有什么状况 多谢邱将军好意 大理寺有自己的职责所在 不需要金吾卫从旁协助 我之前跟将军说过 你们的手别伸太长了 回大理寺 所有船长都问过了 没有任何一说说自己丢过东西 这可说不通啊 肯定有人撒谎 要不我们招给外国人试试看 有道理啊 你们这儿老乡见老乡 说不定能问清楚 走 我我我见离得难 temporary 谁都生活ication 就下来 哎 我待会的时候 这次ня 的 就是这个 在我们的 那是硬的手快走 也有过的 是吗 还有五十十呢 一辈子也有什么 马上我给信了 怎么说 果然是次第污影三百辆 怎么说啊 他说 这次货商的穿 自从半年前喝到玉籍以来 就经常被偷 而且还专门偷 价值很高的穿 不过每次丢的 都是九牛一毛 穿着的装笼作业 不过最近 货物之前的船 都尽量不来这个码头了 是这样啊 嗯 他还说 千田夜里的时候 他的摊子被落水大使了 睡得不好 其来方丰 看到一艘船厅靠过 可行啊 怎么不行啊 他们这个货场啊 肯定有他们不成文的规矩 咱们这么看 就是坏规矩 他们不可能做事不理 一定会有所动作 只要他们今晚 对阿里巴巴的船下手 那就是瓮中猪鳖 可他们要是对你我下手呢 那怕什么 他们再怎么下手 能抵得过您老人家出手吗 你觉不觉得这里有蚊虫啊 没 没你觉得呀 我好像被咬了 哪儿啊 这是 坏了 你怎么对自己出手了 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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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肖肖 快把你们血眼放了 你可知我们试 坚柴 想射套让我们缩 未免把我们想的也太简单了 这种捉探子诱敌的伎俩 简直就是小把戏 别动 你也动不了 你当过兵吗 你怎么知道 你这把人的手法是军中人用的 知道的越多死得就越快 你们杀了刘福 杀了石皇的九花子 现在还敢杀官差 杀一个也是杀 杀多个也是杀 打仗的时候我们也没少杀 咱哥儿仨的命都是捡回来的 还差你几个官差啊 你们 你们人 人美少许 医馆亲生 你们既然能识破我们座位的方式 证明你们平日里看的不是传情牌 或不止是 你们还有别的联络方式 你们一开始就猜错了 怎么就猜错了 想到明白鬼啊 快说 还是糊涂点好 走 我们走 我们怎么回来 你们回来啊 你们回来啊 快点 救命 你们回来啊 快快堵上了 你们堵上他 少青 我们的脸上好像被人割了 唇飘出去了 不好 行啊 闪开 闪开 进屋边 闪开 闪开 打他们上来 让让让让 让让让 上 不是 这是 你怎么才来呀 这 要是岸上有人借用 你 我不知有这么惨啊 安 安赖了一目用啊 料想欲望 料想欲望 你 你别听他们说 他们就是心情不好 拿你撒气呗 你们怎么支应的 把金屋卫的人都支应过来了 不是 少庆 金屋卫原本就有许多人 一直穿着笔一手在这儿 咱们这儿刚一有动静 他们活把就全踮起来了 邱将军一眨眼就到了 墨已成舟 你一下 就看少庆怎么说了吧 李少庆 事到如今这祸场的案子 总该交给金屋卫接手了吧 此次能救下你们明镜堂众人 也是举手之劳 不用严险 守株待兔 将军好计谋啊 那是因为相信你 不会放任任何一桩案子 迟迟不迫 当然了 也是为了码头的治安考虑 所以暗中派人巡护 既是如此 这几名贼人我可就带走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只知道 当年打仗的时候 有一队军官 冲进了我们的营帐 搜了个抵朝天 而这东西 就平白无故地出现在 我弟弟的床铺上 我弟弟 就被判了一个 贪污占了一片 倒卖军须的罪名 就当着 被军阀处死了 放开我 不是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是我 哥 哥 救我 救我 大人 大人冤枉啊 我们苦战多日 昨天才小生一场 捡回一条命 他太年轻 求你 饶了他这条命吧 我弟从上 一个谎都没撒过 他怎么可能偷人东西呢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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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了他吧 饶了他 大人 大人 这军官 咋朕裁人啊 一点倒力都不佳啊 这荷包 是我俩出征前 阿娘亲手绣的 阿娘的眼睛不好 他对着忧藤 秀了两宿 他说 要保佑我们 百战百胜 不求义锦还乡 只求平平安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们没有死在战场上 却平白无辜地 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不仅这样 由于我们拒不认罪 明明我们出生如此 攒了不少军功 却领不到一个子的响音 退伍之后 更是求生无难 大哥 那 那阿娘了 阿娘的眼睛 早就哭下了 他们 不是冤枉我们是贼吗 我们就做贼给他们看 世道不公 这点清白 能值己掉钱 能抵我弟弟的命吗 但是我 怎么都没想到 罪魁过少 竟然是流浮 我们怎么可能饶了他 大伙儿 大伙儿 大伙儿不喝了 出汗子了 上官少庆和毕业都过去了 快快快快快 上官少庆也去了啊 快快快 快走走走 就是前面这个院台 快快快 死者是何人 死者叫秦瞒 他是国子祭酒秦叔的胞弟 此处啊是秦家的别院 不然我们也不可能 请你们大理寺的帮忙啊 国子祭酒是啥呀 国子祭酒是冠名 主管太宣 就大伙儿了呀 什么人发现的 是猫 是 是这附近的一个住户人家 在天快亮的时候 我听见了猫叫 什么世界了还弄猫 是 这是遭劫了 太奇怪了 这死者死的也奇怪 在里面 是 那这现场可就劳烦你们大理寺了 辛苦 小心 这不是咱大理寺的巫作吗 他上次来了 还能不能看见他 老白是大理寺最神秘的人 你不用问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也不用管他是什么时候没的 反正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一定在 崔北 你在太学的时候 不是经常能考第一名吗 要不然 你来问话吧 我不善问话 还是在外面等你们吧 你不见见同学啊 我在这里等便是 走吧 给队 队康 院面太多不过哭了 还有 大理寺办案想想教大家几个问题 你们认识秦婉吗 秦婉 国子祭酒的弟弟吗 知道 没什么印象了 除了说话结巴 他不是退学就成亲了吗 死了 听谁说的 是什么 后来在大街上我还遇到过他 大变样啊 也不结巴了 我还纳闷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不知道 别问了 别问了 大理寺 难不成 你们是和崔贝一起的 怪不得呀 崔贝能在太学考第一 这么一看 他才是太学里最聪明最正常的 秦婉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这秦婉在太学读书的时候 情形如何呀 这个 这秦叔秦大人呢 是您的顶头上司 您不方便开口 无妨 我们哪 绝对保密 对 您照实说就行 要说秦婉 怎么说呢 除了天资略差 其他方面还是不错的 身性沉稳 不善交集 这也和秦大人的管束有关 这秦婉在太学可曾有服食的毛病 服食 二位这是说什么呢 其一 太学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容忍这种事情 其次 秦婉是秦大人的胞弟 他怎么敢 如你所说 秦婉真是一个无趣的人啊 这么说倒也不是 什么意思 秦婉 平时不爱表现 只是有一次 休暮假日 我有一点私事来学堂 竟意外听到书寺内传来一阵琴声 是 那这秦婉谈得如何啊 很好 高山流水 风轻月寂 只是有一丝郁郁之气 和他之前的性格 真是判若两人 大人 您知道秦婉因何退学吗 这个我便不好多说了 二位还是去问问鸿炉寺的 死卿大人 多谢大人相告 没事 我有什么说什么而已 二位 你们可知道崔贝 崔贝 他就在我们大理寺啊 他现在可好 大人怎么问起他来了 崔贝当真是个不一般的学生 我听说他后来去了大理寺便问问 崔贝很好 大人不必挂怀 崔贝很好大人不必挂怀 来 谢谢啊 大爷 没事 菜签付了就行 那好了 小伙子 谭教书还大胆一点 别鬼鬼祟祟的 放心吧 本是二两期 历史三厘 七十半年 本期一共还四两八 你这连利息都不够啊 要不这么着 你们家不是有两母地吗 我不要你的地 你呀 把下半年的收成者给我 我算你办三个月的利息 怎么样 琢磨琢磨 好好好 早点回信啊 好 你是留钥匙 是 这位贵人找我有事 典当还是借钱啊 这借条 是在你们这儿开的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 秦婉和杜成都死了 这个真是没想到啊 干嘛 贵人不会以为我杀人吧 没有那必要 实不相瞒 干我们这行的啊 贵人 你还要是 活人才能要诈 死人上那儿挣钱去啊 再说了 他们押在我这儿的东西 还有饶头呢 什么东西 莫非 是琴 贵人想知道 说 说 那不能白说 那个 贵人怎么着 也得意思意思点吧 意思意思 你是想管我要钱 多新鲜哪 这事对贵人重要吧 但凡重要的东西 它就值钱 莫有白说的道理啊 我可告诉你 我是大理寺少卿 抵在你这儿的东西 和命案有关 有可能是很重要的政务 你理应帮助大理寺办案 明不明白 明白 命案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一个正经守法的商人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生意人 这总不违法吧 你 来人哪 大理寺少卿要打人了 你干什么 贵人贵贵贵 给钱我 放了 你放开 放开我 我给钱我说什么 你给我等着 是 消气罢了 你还要去 你 有什么都知道 有什么都知道 那些人 有什么都知道 你还要去 你不可以 是不是 还要去 你不可以 那些人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用手 重复五十三 二郎曾经跟我说过 他如果再负 就自绝于世 我还说要他一言为定 可谁想到 会一语成辰呢 我当时看着二郎 心里竟然没有一点点难过 全都是恨 所以你要报复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蹊跷 为什么秦婉刚一回到家 杜成河那个药贩子 便能找上门来 于是我找到杜成 用秦婉留下的药引他说出了实情 我真的没想到 只是杜成河那个药贩子的 根本就是秦叔 而一开始 给秦婉服食的 也是秦叔 就把他吃了 跟他吃了 你觉得他吃了 那么最好 你怎么会扔着 你怎么会扔着 你会扔着 你这次艳务 你怎么会扔着 我怕他吃了 你怎么会扔着 你怎么会扔着 你不是扔着 你怎么会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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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首 傻得还是秦婉 他一直还以为 秦叔是一心为他好 哪怕他离开家 自己治五十三 也是想要炼制好自己的药 可其实 他根本就没有病 而所谓的药 根本便是毒 我一直都想不通 觉得这个案子背后还有个人 原来是你 你和秦婉自小就认识 是他的婢女 后来被逐出了秦府 因为秦叔觉得 你可能影响秦婉的血液 让他胆于嬉嬉 那根本就是秦叔自以为的 二郎他只是爱秦 根本谈不上嬉嬉 是他 容不得二郎一点点自由 那秦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很好 秦谈得很好 说话也很好听 性子弱弱的 可是他除了秦坛的好之外 其实 性子有一点慢 读书不太成 不过他也不喜欢 但在秦家 这可不成啊 是 会被打 这 秦书 还大大 对 就没有一样是秦叔看得惯的 就因为他 二郎慢慢地就变了 说话变得越来越木囊 人也越来越不利索了 有时候 他甚至连秦也谈不了 因为他的手 被芥齿打得太重 可这样就算了 秦叔还要砸掉他的琴 我也因此 冲撞了他 所以被赶出了秦府 后来呢 什么时候再见到的秦婉 那天 那天 他抱着亲 衣服也都被撕拉了 鼻青脸肿地进了门 我差点都认不出他 我这才知道 他被赶出了家门 被追债的追得无处可去 才来找我 我又生气又心疼 于是我把他锁在屋里 锁了七天 帮他把诗给借了 帮他把诗给借了 贫道方才竟一时施了神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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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不必难过 神都道观众多 若你不嫌弃 我可以带为引荐 让你转头他观 不必劳烦 你我只能啊 照顾一个小小的道观上考 换作其他地方啊 可能还不适应呢 真人过千了 不过到底是不适应 还是不方便 这话是什么意思 平常没有听明白啊 若你真想在这荒山野观中 一躲到底的话 真的不应该放这把火 放火 我 居室的意思是我放的火 我怎么可能烧自己的道观呢 如果是被逼极了呢 那人是前些日逃狱的犯人 他为何不为路远 专程来你这儿 原因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逃犯 他是来找你的 原来你们认识 不止是认识吧 应该还是关系匪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就案同谋吧 你曾在这儿 难怪官府的人找不到啊 是不是误会了 是不是误会了 等我说完你再边界 你俩应该是结了一批官营 然后在分赃的时候 他被捕了 你逃了出来 带走了全部的官营 就躲在这儿 成为了一个野道士 我有说错吗 君氏 这一通故事是听着很好 可是有依据吗 我们这一路上山 可是有不少的发现啊 比如说赃营 我的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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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我的银子 看好了 这是今天新筑的银子 大理寺刚发的响 炸你呢 别动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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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靖 我 怎么了 我叹过 没舍 不是 你 什么东西啊这是 什么 马粉薄 这马粉人味道 真是 手精到底才有什么东西了 这是蘑菇 做油菜还管好了 就是味儿有点大 有味道吗 没闻着啊 少卿 您不是风寒了吗 闻不着味儿很正常 很正常 现在呢 好点儿没 喝好多了 宾爷 走吧 等等 我刚才踩到几个蓝上 一个连 两个遍 你们几个没有踩到过吗 所以少卿你是真倒霉啊 别再说这个 你们看这儿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人踩到了 少卿的意思是 逃犯 那说明逃犯走的就是这条路 我们没有选错 走 好 这儿这儿 少卿 少卿 要不咱们还是换一个人开道吧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怕我影响你们啊 不是 怎么会呢 要走没也就一个人 我是担心少卿你 你什么呀 疑心方生暗鬼 不用担心我 这儿 这儿少卿 少卿 少卿 这儿 这儿能上山 走 走 慢点儿啊 少卿 走 快跑啊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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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回事 樊江 王妻 阿里巴巴 陈石 你们去哪儿了 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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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 你怎么在这儿 快下来 下来 这么高干嘛 这么长时间 一直都是你陪着我 你是黑了一点 你也碎了那么一点 但是 没有你的话 我可能 也就走不到现在了 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什么 你要走了 你不想再做一朵乌云了 他行好事 莫问前程 原来这句话 你也记住了 我 父亲 母亲 你们从来没有怨过我 是真的吗 你的手 分别没了 你也没了 你怎么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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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可不是到你了吗 就剩你们几个 朋友 几站轮到你了吗 也该我这个上司出马了 写什么啊 朋友 小总成竹啊 摔跤 摔跤啊 你敢与我近身相搏 你不是一般的游泳器呀 少废话 别拿枪拿掉 怎么办法过来来来 后面 放弃 放弃 我根本打不过 你还选摔跤 放弃 放弃 什么招 公主 人家 乘下 放弃 下一条 快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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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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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 下距 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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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报告率啊 可以啊 我叫陈时的时候 你没少偷看吧 居然能发现 我的破绽还反智 你偷下了不少功夫啊 真可惜 一传七落败 下一位 阿里巴巴 你选什么呀 君子六义 丽月舍与叔叔 丽月叔叔你也不懂 今日 我久与你较量一下 舍与 与 与 讽孝孝孝系 错了 这个时候说这个不吉利 预备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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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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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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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